小冰说体坛,让运动感动我们的生活 美西小时候很喜欢足球,但十岁那年给了他很大的打击 当时他在纽维尔老男孩队和另外一个同年龄段的球队进行足球比赛中 好几次,队友都把球传到了他的脚下 但由于过度紧张,他面对球门时竟然闭上了眼睛 结果球总是插门而过,由于他的多次错失良机,球队最后惨败 在更衣室里,好多伙伴对他发出嘲笑 他换下来的鞋子,也被同伴拿走,往里面吐口水 然后得意地给其他小伙伴展示,并给他起了一个外号,抽鞋大王 难过的小美西想放弃,一个人孤单地走在回家的路上,忍不住哇哇打哭 这时他看到一只青蛙,正好好奇地看着眼泪汪汪的自己 他有些生气地对青蛙做了恶作剧 但他发现,那只瘦乳的青蛙一直保持着一个姿势 人鼓着一双圆眼,看着自己 没有躲闪,没有逃避,他很是疑惑 回家后父亲告诉他,一个人就要像那只姿态昂扬的青蛙那样,正式不公,接受失败 那天晚上,他的心灵被那只瘦义而不屈的青蛙震撼了 他暗暗发誓,我也要在逆境中努力,进最好的球队 成为像马拉多娜那样伟大的球员 从那天开始,他每天踢球8个小时以上 有条不紊地坚持学习和训练 教练的批评,队友的指责他都能坦然面对自信地昂起自己的头 一步步地走自己的路 他的眼里只有一个目标,球门 一年后,他遇到了另一个坎 11岁的他,被诊断出他的身体发育荷尔蒙缺乏 这会阻碍梅西的骨骼生长,使他无法长高 由于家里的经济条件,难以承受小梅西的治疗费用 每月注射生长激素的花费,就高达900美元 梅西的母队,纽维尔老男孩 不愿为一个前途未卜的孩子,支付这笔费用 而一度击溃梅西的河床队得知了他的顽疾后 也打消了挖角的念头 但乐观努力积极向上球技不断完善的他 受到了巴塞罗那球弹的青睐 2000年9月,年仅13岁,身高只有一米四的他 受邀,到巴塞罗那视讯 视讯场上的他,像那只执着的青蛙一样 紧紧盯着目标,脸中三元 视讯刚一结束 俱乐部的负责人就毫不犹豫地给他在俱乐部注册 并安排他去最好的医院接受治疗 在当年他参加的38场青少年比赛中 他一共打入31个禁球 很快,美西代表巴塞队正式出战 05-06赛季打入了职业生涯 第一个欧冠进球 当15届诗青菜的大幕在荷兰缓缓落下时 一位身高只有一米69的阿根廷少年 将一个巨人的背影留给世界 如果你觉得我的作品不错 记得点赞关注转发